OK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苏北 江苏长淮安市新都乡人 我们那里是 以前前总理赵恩来的家乡 我姓杨 慕一杨 叫杨玉虎 今年37岁 我还有一个朋友 也是我们那一位 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是江苏淮安 我是淮安区新都乡 双八成一组 我叫李 我叫李怀彪 我们到到很多地方 没有人口吻 我们这里来到 江苏省公安厅 说这里没有人口吻事情 我们想 感谢你们跟我们支持 跟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说法 支持你们跟我们老百姓 这个一个宣传 共产党反共产党 内部反腐外 我们要坚决打击 进行打击 进行财务 社会进行称国 土豪力 然后我们要进行把它消灭干净 国家主席 现在习近平主席 国家总理 李总理 跟我们宣传了 老百姓要进行 老虎冲业击打 进行把这个反腐外 要清理干净 谢谢 我这个朋友有点激动 他说话有点柔能治 他有点激动 我们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点 跟川安有开放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地方 地方去上访了好多次 各个部门也跑了很多次 也去了地方的媒体 都无法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这有到省里面 通过朋友 找到曝光这个事情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家在古拐黄国母亲户那里 有一块农田 这个农田在载放出的时候 就被我们村民种 后来由于大家穷 没有交通工具 所以就放弃了 但是种了一些树木 代替这个集体土地 到现在经济开发了 被开发成生态园 后来就被川冠拿回来 准备把这个土地 这个经济分为大家 因为大家商量了一下子 就是说给大家多少钱 这个成了矛盾 所以川冠一狠心 就把这个钱给贪污掉了 大约在上百万左右吧 贪污之后呢 我们几代人就去 收集了很多的证据 去要这块土地 但是呢 称光他们不但不给我们土地 还跟我们大家说 一点都没有 还用呵呵式来去威胁我们 要恐吓我们 还摆着三个买通的亲属啊 什么的 家庭的成员来报复我们 然后呢 在开发的时候呢 在我们凉地上呢 他用了泥土堆 堆了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泥土堆 包含这个坟 包含这个坟 有些人家一家土地上能 做了六十几座 或者七十几座 把这个钱贪污掉 而这个坟呢 甲坟呢 他是还是证明 他是这个双官 什么叫双官呢 就是如果一对夫妻的话 其中一个人死了 他报到的是 两个人都去死了 拿的是两个人的钱 他其中一个人活着 可以到涉地去看 当时我们发现了 这个情况之后呢 我们叫地方政府 去可以到涉地考察 我们可以对他取证 但是呢 他没有去取证 他就按照他那个 宰剧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曾经莫过指使 蔡英的这种 黑药师的这种 腐败参观 他们就是按照 原来那个政策 希望您呢 就和杨玉虎联系一下 好吧 我跟他联系啊 作为一个官员 政府官员 作为一个父母官 作为一个国家的仆人 我认为您应当去主动 联系你的主人